刚才说的呢,咱们主要就是给大家告诉一个流程 关于文件操作呢,有三个步骤 第一,打开这个文件作为对象 拿这个对象进行一系列的方法调用进行操作 最后把这个文件记得要关上就OK了 这里面的模式有两个,有三个 read, write, append,对吧 都是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模式是在你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已经就决定好了的 你这个对象它就是一个具体的工作模式 就是像这个就已经是追加的模式了 就已经确定好的了 所以说你再对它进行F点 你是一个A,如果这是A 你F点write 跟如果这里面是一个WF点write 它效果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因为你这个F本身 这个F这个对象本身就已经有这种模式了 你并不需要在这个F后面还加给它确定什么 在write这决定什么模式 不需要 因为这个F本身这里面就已经确定好你的工作模式是什么了 那有A,R,W,read,write,还有append添加 嗯,read不用说 通过这个R模式就是咱们去取你文件里面的内容 对吧 你可以取一个字符的 取多个字符的 取所有的 然后一会咱们还会讲其他的方法 嗯,write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文件不存在 它就会帮你创建这个文件 如果你这个文件存在了的话 它就会给你格式化这个文件 总之它你后面调用的这个write方法写的内容 都是在第一个 第一个位置开始写 对不对 因为你要是自己创建了 肯定这个这个光标是不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你格式化之后 这个光标也会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写的内容都是从第一个位置开始写的 这是read跟 这是write write呢 就是如果你里面这个文文里面本身有内容 它就按着你最后的这个位置开始写 也就是光标最后的位置 开始继续写 这是咱们这个文件的这几种模式 接下来咱们就讲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呢 咱们说一下咱们这个文件操作的一系列的方法 一系列的方法 一系列方法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咱们先来说啊 我现在我现在先把这个引掉 然后咱们重新打开一个 大家来看 我现在刚才给大家讲 read的 讲这个r模式的时候 咱们对它进行读 对它进行读 讲了一个read 就讲了一个read的方法吧 read的方法里面有参数 对不对 看你取决于你要取多少个字符 那咱正常情况下 咱们不可能按字符去取数据了 对吧 咱们怎么可能 我哪知道这首诗有几句啊 对不对 而我知道这 不是 我哪知道这首诗一行有多少句啊 尤其是词对吧 那我们最多的一种情况是按行语 对吧 你这个文本里面 每一行的内容我想拿出来 一行一行的拿 没有啊 怎么拿呢 这里面就为我们提供其他的方法了 是不是首先还是打开这个文件啊 然后我直接就把它全写上 好吧 我就直接写 剩下这中间内容 我去写操作 那第一个 我是写一个F点 什么呢 read的后面有一个read 大家看这个方法 read line 这个read line是什么呢 它就是帮我们 现在是不是拿到这个文件巨饼了啊 这个文件巨饼它打开之后 它会发 它会发现咱们打开小冲刷一吧 删了是吧 看着别扭是吧 老干扰咱们 删 哎呦 不能啊 delete 凡人 Auto OK 看着啊 我现在打开这个文件了 打开文件 我现在是read line 我取得是哪 哪些内容呢 是这一行内容 他就把这一行的内容 帮我们取出来了 有个同学说 他是怎么帮我们取出来了呢 其实很简单 他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呢 你一行内容 其实你最后肯定有个换行符 对不对 其实他只不过这个read line里面 肯定是通过这个换行符来 给你做了一 他遇到换行符 然后OK 我知道这就是一行内容 对不对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read line 现在是不是按 咱们刚才讲的 是不是应该就是 我第一行的内容啊 第一行内容 我可不可以直接print呀 对我问你们吧 我通过A一个变量 去接收这个内容 打印 和直接打印 有区别吗 没区别 海底老哥有区别吗 别没有吧 肯定没有啊 这就无非你走了个过程 对不对 你用一个变量去接收 然后你去打印这个变量 和你去直接打印这个内容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是不是 哎 这个 咱们用这种方式啊 因为一会儿好写 好写 printf.read line 带来看 是不是我第一行的内容 昨夜 寒 寒什么 谁说的穷 没文化了啊 看着啊 寒折吧应该是 不注明 对吧 第一行的内容 我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之后 取出来了之后 大家来看 我抗着地 我再打印一号 穷是吗 行了行了 怎么还查开的了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不重要 对 连小虎都知道 这个不重要 挺重要的 我打印完一行之后 我紧接着又print了一个 f.read line 你们猜是什么 有人说是下一行 有人说还是第一行 志华 你是说还是第一行 对吧 好 打一顿饭的 咱俩 行吧 我赌那个 我赌他说的对 我看好他是吧 艾利克哥看好你 我也看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 有人说 那这两句不完全一样吗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是下一行呢 志华 哎你什么 你这什么表情啊 好像不不不不读了 大家看啊 我这两句话 好像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出来两个不同的结果呢 这就是因为 看着啊 还是这个图 你现在f.read line 你把这一行取完之后 光标已经挪到了 这一行的最后的了 没有吧 他已经给你挪到最后了 光标会随着你的这个操作移动的 刚才给大家讲 f.read的时候 刚才就没给你们演示这一点 没有演示什么呢 大家来看 你就在这里继续说 我f.read 我是不是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read一个五个字符啊 我可以read五个字符 那 没问题 我read五个字符之后 大家看 能一样吗 昨夜啊 含穷布 这是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 第一个字符 是什么 第一个 第一个字符 五个字符 是不是五个字符的时候啊 哎 这个结果 你们看得懂吗 为什么 怎么还给我换了两个 是print摸认一个 因为你这个注明 因为你这个注明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换行符 他会 他read line会给你 把这 你们看啊 read line并不只是这些内容 他read line真正的内容是这些内容之后 还有一个换行符 他取的read line是这些内容 当你打印的时候 他会打印 他会帮你打印 昨夜这个 这个这个打印完之后 换行符 也会帮你打印了 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明白了吗 你们看咱们刚才打印这个什么的时候 刚才打印这个 f.read line的时候 大家看 打印f.read line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中间有个换行啊 这个换行是怎么来的 现在是不是有本身有一个换行啊 本身有个换行中间这个是怎么来的 就print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那无论是read还是read line 你操作完这一句之后 你的光标已经移到了相应的位置了 你read了五个字符之后 光标就在五个字符之后了 你再去读就是第六个了 你read line之后 他就跑到了这一行的后面 你再去读就是读第二行的了 明白了吗 志华 嗯 嗯 行 咱们继续看啊 这是read read line 有啊 你没看见啊 我没打印别的内容 你看不见啊 他有啊 有啊 看这 看见这了吗 啊 这是咱们的read line 一行行的拿 对吧 对 你们就时刻知道这个光标是 他再怎么走就行 你只要read的一下 你无论是read的什么 他都会有一个移动就行 那这个问题要没有问题 大家再来看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read line read line是一行 那read line子呢 read line子是什么呀 所以这个时候打印出来 他是多行对不对 那多行 我又没给他指定多行 肯定他的结果应该是啊 是不是应该是所有行啊 那看一下呗 关键注意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 看着啊 什么 大家看 它是一个什么数据类型 先看 是不是一个列表啊 大家看 我通过read line子这个方法 最后得到了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的结果是 每一行的内容 组成的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啊 这是第一行内容吧 我刚跟大家说了 第一行内容除了内容 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个换行啊 这怎么有两个换行 是不是因为我加了一个 对 大家看 它除了本身的这一行内容 后面还有个换行符 本身内容还有换行符 它把你的每一个read line 是不是相当于做成一个字符串 放到一个列表里面去了 这就是咱们的read line的这个方法 对吧 对不对 那我问大家啊 现在你会了read line的方法了 你想你会read line的方法了 我不用read的方法 你们怎么用read line的方法 让我看一下所有的内容 这样 我现在想看到 我现在想看见 想看见 我想把这首词打印出来 怎么打印 我现在想 OK 那我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read line是什么了 这个read line就是一个列表 对吧 那拿过来 我给大家 它就是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有所有词的内容 那我现在想利用这个 我想利用这个列表 去打印 所有的内容 通过什么呀 是不是通过放行环就行了 之前咱们列表里边的内容 想看见 变力一变怎么变力 是不是就通过放行环 那就简单了 它不就是一个列表吗 对不对 里面是什么内容 咱并不需要关心啊 我是不是就怎么 来谁告诉我一下 谁告诉我一下 那个 对 那你说我打 好吧 for for i in in列表 是吧 列表是什么呀 是吧 f.read line 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presenti是吗 对吧 大家 对吧 点strip 行了 吴超 那你说 我在这 点strip 大家还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去掉你这个 是什么对象的方法 是什么对象的方法 strip 是谁 是列表 字符串 原足 谁的方法 是字符串的方法 是字符串的方法 那现在我这个i 是一个字符串吗 是 是一个字符串 对吧 是一个字符串 那行 吴超 你说我在这里加点strip 跟不加 有什么区别 你先说不加是什么结果 不加会 我们来滑上火 什么 一行一行的 然后我跟这个滑上火 你再说一遍 自信的告诉我 好吗 一行一行的打印 然后没滑后面 这个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那吴超的意思是这意思 是吧 那我拿出来这个 我的文文里面相当于是 是这个样子的 我打印出来 首先是这个 然后第二行是 是这个 对吗 哦 有想象力啊 那个 其他人认为呢 你别老说话 其他人呢 你看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你们最基础的print 他没学会啊 哦 你教的呀 那行 那没事了 我说 阿里克斯怎么回事 来来看啊 你这个 哎 没问题 吴超 他的确是这个内容 但这个字无串 你这是一个字无串吧 哥 这是一个字无串吧 这个字无串 你去打印的时候 哎呦 是不是啊 他字无串里面 是不是能给你 通过这个换行 他是一个特殊的吧 是不是直接在这里 就给你做成换行了 我怎么弄 这样呢 是不是在这里边 他在这里面 你当你print的时候 他开始打印打印打印 没问题 对吧 可是他会 他认识这个东西 没有吧 他认识这个东西 他认识之后 他会给你做一个换行的 明白了吗 那 还是那句话 我点死追负 跟不点死追负 有没有区别 胡言脸 你别老说话啊 我得听听其他人的声音 那那个 咱最后 美女来说一下 什么意思 大脸人 我有点听太清 你又听见了 是吧 是有strip的时候 还是没有strip的时候 是有还是没有 有空白的时候 是没加点strip的时候 对吧 OK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现在这个爱 我什么都不加 我什么都不加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打印了 打印的时候 你们来看啊 我打印到这的时候 这句话出来了之后 有没有一个换行啊 有一个换行 它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是 你打印出来一个 大家看啊 这是内容啊 他首先打印 是不是先打印这样一句话 打印完这样一句话 是不是打印到换行的时候 他自然给你换行了 是不是到这了 按理说 你在打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在这打印 可问题是什么呀 print在这时候 print会有一个默认换行 对不对 所以他自动会给你换一行 所以说你第二行的内容 是不是就跑到这里来了 哎呦 是不是这个 对就是他 是不是这一行内容 就跑到这来了 在第三行了吧 相当于啊 然后第三行 是不是又检测了这个换行了 这个换行 是不是又跑到这来 然后又因为有print 是print 有个自动换行 是不是又给你跑到这了 所以我如果什么都不加的话 是不是每两行之前 有一个空行啊 对 所以是这个样子 那我要加的话 是不是是什么样子 我要加一个点strip 相当于 他是不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自动这一步了 那相当于我走到这的时候 是直接print给我换行了 然后下一行内容 打到这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们俩区别 咱们来试一下 哎呀 这什么情况 下边还有一句 下边还有一句 哎 干嘛呢 哦 没加的 没问题吧 是不是中间给我空了一号啊 哥 然后我加个点strip呢 不空了 是不是就给我 是不是中间就没有任何这个空白了 这一点大家明白了吗 啊 那 那 OK 我现在就把这首诗已经打印出来了 对吧 有没有 有同 有没有 有同学 会不会问说 我用read 是不是就已经可以读出来了 对吧 我要想看整首词 我直接read不就行了吗 我干嘛要readland呢 readland有什么用呢 有用 有什么用呢 给大家出个题 什么呢 对 我要给他加一个限制 比如说 我要对某一行做一个处理 我看我喜欢哪一行啊 OK 我喜欢这一行 我想将这个 欲将新式赴摇旗 后面加上一个 字符串 一个字符串是什么呢 i like it 你们给我加一下 咱们别那个什么啊 对你们得写 现在我这样啊 咱们肯定也得有条件限制 12345 这是不是第六行啊 我现在就让你们把这首 你不要管这个欲将新式赴消息 它内容是什么 我现在就让你们把这首词的 第六行的内容 后面加上一个字符串 你们爱加什么加什么 但是你给我加上就在他后面 我想看到一个字符串 然后不换啊 字符串加在他后面 打印出来 你们现在想一下怎么写 我是不是在这暂停一下就行 再来看啊 刚才给大家一段时间 写了一下这个内容 我发现真是 咱我先说 咱们这个需求 是什么呢 咱们是想把第六行的内容 给他加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啊 写出来没有 没写出来 那个最后那哥们 那个 你说一下你怎么写的 放轻话 我给你写好了 接着继续 然后呢 在这写什么 在这写什么 然后呢 if number等于6 print 什么 f f 点 大理点什么 strip 是吗 f 点 strip f没有strip 什么 i.strip 什么 是吧 啊 完了 斗好 打个字符串 是吧 行吧 随便吧 那个 然后看看你的意思 然后呢 else 这个是我写的 是吧 我把它删掉啊 else 然后呢 print add strip 是吧 ok了吗 还有 什么 after good 好 你叫什么 什么文 路文是吗 好 文 好吧 记你个字啊 大家来看 这个路文这个思路 是 最 对 中规中矩的一个思路 就是 很好 我觉得能实现了就好 对吧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也是啊 有写作业就是这样 不要怕自己实现的就是不好 实现了就好 优化是后面的事情 没有 总比你看别人的去强 因为别人的思路再好 你模仿着他写也没有意义 顶多给你提供一个参考而已 没有 大家来看他这个方法啊 他这个方法 实现能实现不 咱们先看一下 能实现吗 他什么意思啊 我先定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定于零 然后呢 让他自加一 每一次都加一 第一次是不是就 number等于一了 一进了 一进了 然后我的number变量变成一了 他首先是不是就不等于六了 不等于六不走 是不是就打印这一条啊 是不是相当于第一行就打印出来了 对不对啊 i是不是就是每一行的内容啊 把第一行的内容打印出来了 然后再去往上走 往上走是不是i加一变成二了 再去判断 再走再判断 再走再判断 对吧 然后close 没问题 咱们试一下 add a strip 我打开文件了吗 就放着吧 咱们是打开这个文件 现在小松山里面有内容 对 看一下啊 来看 有问题吗 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就在我想要的这一行里面 后面加了字不出口 对吧 那咱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面 实现 没有问题 大家能看懂吧 能看懂也都 对吧 因为非常简单 它这个设计 对就是 我设了一个变量 然后变量来判断 我的这个次数 因为咱们是不是要求大家说 我改第六行啊 我的条件就是第六行 对不对 所以肯定得有一个变量 来决定着我 这个i到底是什么时候是第几行 什么时候是第几行 对不对 这个他是自己 用了一个变量 很好 自己用了一个变量 然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它这里面的可以改进的地方 它这个代码用了几行来实现 是不是用了八行 八行 九行 不算这个 用了八行 对吧 不是 七行 行 不管几行吧 咱们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优化 首先 我先说一个优化的地方是什么呢 咱们先说呀 这个 它这个加没问题啊 它一个prin 它一个number 用number零在这 number的加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来看 它这几句用了四行来实现 是不是打印了两次print呀 是不是 这叫什么 这就叫重复 有东西说还有两次还要重复 也叫 因为你们两个干的是一件事 都是打印 打打打打印某一行的内容 对不对啊 对 我不想这样做 我不想重复去print 我就一个print 怎么做呢 大家来看 我这样改行不行 我这样改行吗 不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这样是不是还得把else去掉 然后再把print往前提呀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大家来看 看得明白吗 我先把它一个去掉吧 大家来看 什么意思呢 看啊 我走到i是第一行的时候 它满足number等于6吗 它不满足 对不对 不满足 我要直接把你这一行内容打印出来 OK 我再往上走 你是不是还不满足 不满足我就打印 不满足我就打印 什么时候满足了 我进去让这个i做一个转换 你再给我打印一次 是不是就行了 我现在是不是只用了一次print这个函数 效果是不跟刚才他说的一样啊 试一下行吧 换一个 是不是就改过来了 代码少了 是不是少了 少了几行 少了一行 少了两行 不管少了几行 效果就是我节省了一个print的函数 对不对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这里 我说过 字幅串拼接的时候 不要用加 对不对 用什么 用转对吧 金西 怎么用转 双引号 单引号 然后呢 哪两个字不说 哪两个字不说 把哪两个字不说要串起来 咱们要 你是不是要想把你的这个第六行 第六行和那个 i 点 strip和什么呀 我加的字不说 写什么呀 逗号 逗号 我加字不说 我加个i ok吗 行了吗 你觉得行了是吧 行了吗大家 说点啥 你不得把这个东西给人家 扩起来吗 当时咱们怎么讲的 是不是你得把列 作为一个列宝 把它包起来 你这叫什么呀 当时讲 照案的时候 我给你们怎么提醒的 哎 我试一下 照案 我看元祖行不行 元祖也行 是吧 应该 对 会包吗 我不知道啊 我知道 应该是列表 但是元祖的话 没问题啊 大家来看 不管是元祖 还是列表 他当时跟大家讲的时候 是不是说是列表 当时是不是说 我要把一个列表 换成一个字符刷 怎么转换 是不是通过照案 当时我给你们提过 这句话没有 你看 没记住的 就说我没提过 我提过 我当时说过 我说我要想把两个字 我要想把一个列表 里面的内容 当时我是这么用的 我说我是用的列表 我说你要想把一个列表 里面的两个内容 拼凑起来 拼成一个字符刷的话 你就得用照案方法 你到底以什么方式 把它拼起来 取决于你前面 这个字符刷的内容 当时我还给大家弄 我说这如果是星星星 是井井井 对不对 还记得吗 所以你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就 把这个字符刷 跟前面这一个 Adest strip 怎么去把它拼接起来 咱们是不是 刚才我跟大家讲 只要连起来就行 对不对 连起来就行的话 我是不是在这里 什么都不用加呀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明白吗 这也明白是吧 所以关于这个程序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写 而不需要加用if else 这样会更简单一些 更有效一些 另外一个字符刷拼接 不要用加用join OK吧 我给大家注意一下吧 意乎判断也去了 意乎判断也去了 啊 意乎判断去了 把它去了 然后呢 行行行 我一会说那个 那呢 跟我的初衷不一样了 这个这是干嘛呢 这个是 取代 字符事平接 对吧 取代这个加号 万恶的加号 然后呢 这是这个 然后再用一个 这个结构就这样吧 大家知道就行了 刚才有同学还 这种方式 大家能明白吧 这我觉得大家能理解啊 现在刚才有个同学啊 咱们后边那个 哥们想那个方法挺绝 就是 我的目的啊 是让你们在这里练一下 这个if if else 以及怎么去去控制一下这个语句 还有 他们怎么做的呢 他们啊 把这个 文件啊 取出来了 这不在列表里面了吗 直接对列表进行了一个操作 第六行 不在第六行吗 对啊 对所以 取到五 然后做一个旧感 很绝 你知道吗 很绝 哎呀 对不对啊 太对了 对不对 完全没问题啊 对 所以你要说这种这种事情 你要发生在面试里面 这也就是90份 对吧 放列表那就是满份 那没致了 那就是满份 你怎么办呢 虽然说跟你想问的不一样 对 虽然说你不知道 但是你还是 你写的好啊 听明白 刚才我说的那种方式了吗 用列表 是不是本身这就是 f.ru的line 就是列表 对不对啊 你第六行就是 所影鼓的位置吗 对你进行的修改 你取出来 加字符帅不就行了吗 挺绝啊 这个我看 这个打文件的东西 可以收出来 因为文件处理的 就是把文件取出来 做出来 然后够里 就这个水果 然后文件处理 你这个做空谈 文件关闭以后 再处理 这样对于文件来说 好 对 对对对 那个 叫啥 他的意思是什么呀 他说这个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处理 是不是 其实 把这些都拿出来就行 对吧 拿出来 f.readlens呢 换个别的名称 对吧 叫date 哎呀 没有 所以呢 你定义一下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说 我在我的文件打开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读了一下 对 f.readlens 我只读了一下 读完了之后 我就立马把这个文件关上了 剩下的事情 就是你自己愿意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了 全在这个列表里面 对咱们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 就是就是 就是我用你的时间 就非常短了 刚才是不是 整个操作都在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过程中 现在是不是 就把它给抽离出来了 抽离出 一个是 我只 因为我只需要把你的内容拿出来 拿出来再怎么用 就是我后面的事情 跟你文件没有关系了 直接把你关掉就行了 然后 都在内存里面做 对 都在内存里面做了 因为数据已经取到了 嗯 再打开 再存一些 再打开 如果 就看你自己怎么取涉了 如果你要是频繁的一个文件操作 你就没必要来回这样了 如果是 你就像咱们这个 因为我只是用它的数据 后面不用了的话 咱们就可以这样做 你要说我一会还得写 然后再关 再写再关 那当然不合适了 因为你 打开 你去这个打开 跟关闭这个动作 也是有消耗的 我意思是 如果它洗完之后 它这个口味进行完之后 它就直接通过 下边不用再奥通卡路 我就 只要洗完 我已经F.Close了 就是说 我现在下边进行这些车路 它不是在内存里面 你Close了 你可能再进行 没有 我现在的目的 对原文件没有任何修改 我只是把原文件的数据拿出来 给我自己看 对不对 我只是给我自己print一下 其他事情我什么都没干 对吧 所以这是这样子 取代万个加号 这是 这个格式 大家需要记一下 嗯 行 这个 这个你们课下自己 完善一下 好吧 因为咱们刚才自己写了 把它引掉 什么鬼 这个五笔 为什么要用五笔呢 哎 这不纯拼音吗 可以改什么 怎么调回来 哎 他这是混用的 是吗 写着五笔 然后可以拼音是吧 哦 咱们班有人还会用五笔吗 那我就快捷键为什么不能用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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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狗占用了 它占用了我怎么办 哪个是注释 刚才没事啊 为什么不行呢